眼镜蛇夺命 印尼一名20岁弄蛇人穆尼尔·Abdol-Munner 日前一如往常的表演与眼镜蛇接吻桥段 熟料却突然遭眼镜蛇狠狠咬住鼻子 痛得当场跪地挣扎短短三秒的时间 致命毒液涌入他的血液中 紧急送医后最终仍不幸毒发身亡 据《每日邮报》报道 来自印尼中爪哇省的20岁弄蛇人穆尼尔 26日下午一如往常的在自家附近表演弄蛇术 正当他准备表演与眼镜蛇玩轻轻的桥段时 眼镜蛇突然失控咬住慕尼尔的鼻子 被咬的当下慕尼尔痛苦地跪地挣扎 甚至试图甩开眼镜蛇 尽管眼镜蛇只咬了三秒就松口 但不久后慕尼尔就头晕倒地 现场的人立即将他送往当地诊所救治 然而毒液已经扩散全身 使他的器官严重瘫痪 诊所原本要将他送往规模更大 设备更齐全的医院抢救 但他在20分钟内便死亡 来不及接受进一步治疗 当地警方表示 慕尼尔平时就靠着和几个朋友 到不同村庄进行巡回弄蛇表演赚钱 没想到这次却发生意外 经历此事件后 他的朋友们也告诉警察 不会再从事这类危险活动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